誰要把手臂留給高端 告訴大家想打高端的 現在真的公費接種有譜了 但是中間有很多的問題 聊天室我們直接先來一個互動 在我介紹來賓之前 你想要打高端 願意打高端的 你幫我加1 不願意打高端的你幫我加2 等一下你有民調我們要來 跟大家來做分析 首先先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邀請來的重量級來賓 今天有我們的國民黨前立委 孫大謙委員 大家晚安 台北市議員張思剛議員 大家好 另外是我們的國政基金會 高級助理研究員謝志全 大家晚安 今天我們要來聊的這個議題 真的是到底在急什麼呢 到底為什麼要應過EUA 然後再告訴我們 我們現在讓大家打高端 但是產能不足 今天晚上的最新消息 高端真的納入公費接種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陳時中說呢 ACIP現在已經同意囉 高端可以納入公費接種 也就是未來我們在 選擇疫苗的品牌上 你會看到多一個項目 除了我們之前的 AZ莫德納之外 未來會出現高端 我真的蠻訝異的 居然比BNT更早可以上線 好 絕疫剛出了一個鐘頭 目前產能比較低 EUA也剛過 來 重點來了 最快8月份 應該會有少量供應 這個聽起來感覺好像 納入公費接種 這有點像是一個 意願調查的感覺 先試一下水溫 好 看看有多少人願意打高端 是不是會有這種感覺呢 委員 對 其實我想大家都支持 本土國產的疫苗 但是前提是說 台灣人民希望能夠打到的疫苗 是要有安全性 是要有有效性的 這才是前提 打疫苗是為了防止這個病毒 是為了保護生命 打疫苗不能變成一種冒險 不能變成一種賭博 那大家為什麼對於現在 所謂的這個本土國產的疫苗 會這麼有疑慮的原因 是因為在過去這段時間 有太多的爭議 有太多的疑點 有太多的黑箱 當一件事情 完全的沒有辦法公開透明 當一件事情完全沒有辦法 這個攤開在陽光下 讓大家來做檢視 那麼當然外界就會有 各式各樣的猜測 跟各式各樣合理的懷疑 我們看到今天陳時中的說法 他說要在8月以份 才會有少量的供應 光是這句話 就引起了很多的討論 就是說大家一聽到說 我既然國產的這個本土疫苗 已經可以通過了EUA了 為什麼到8月份 只有少量的供應呢 這代表的是什麼呢 這代表的是我們現在的本土疫苗 還沒有辦法全面的量產嗎 這是不是代表說 他們從原本的2L到50L到200L 整個量產擴大的過程當中 不一定能夠順利的達成這個目標 因為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國際疫苗 你沒有聽到說 Novavax跟你講說 我這個已經順利的完成了 這個相關的測試 但是很抱歉喔 我過兩個月我只能少數的量產 我的量還是不穩定喔 那一旦任何一家疫苗廠 有這樣的一個宣示 或者是政府做出 這樣的一種說法的時候 大家當然就會有更多的 衍生的各式各樣的想法 那包含第二個我要講的是 在前兩天媒體才爆發了 食藥署的一份公文外洩的事情 沒錯 雖然這個高端公司立刻提告 食藥署馬上否認 但是究竟有沒有這份公文 這份公文的內容究竟是不是真的 食藥署坦白講 完全沒有說清楚講明白 他認為混過去就算了 反正台灣的新聞一天蓋過一天 撐過幾天大家就忘記這件事了 可是我要提醒各位的是 這個新聞裡頭講的是一個關鍵的問題 講的是疫苗的不良率到底有多高 各位知道不良率我一直在強調 我們打疫苗不像買iPhone手機 你買個iPhone手機 你買壞了 你送回去修就好了 有問題你就送回原廠去處理就好了 可是你打疫苗打下去之後 所謂的不良率就等於是生命的問題了 所以我們能不能夠做冒險 食藥署針對當時所 這個媒體報導的外洩公文的內容 究竟有沒有跟大家做一個清楚的說明跟澄清 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看到更新的資訊 那麼第三個我要講的是 食藥署其實坦白講 全署上下大概600多人 我們看到他們在打第一劑這個疫苗的時候 還夾帶了大概710個各式各樣的所謂什麼編制外的人員 所以整個食藥署當時打完的這些人 其實也不過就是1000不到500人左右 那要不要這1300多人 大家的手臂第二劑就留給國產疫苗就好了 現在我們看到的莫德納疫苗有多少人在等待第二劑 可是指揮中心卻開放給第二類 也就是中央跟地方防疫人員 講白了就是我們中央的這些丁移民們 他們可以優先在這些長輩前面 提早就在四個星期28天的時間之後 就可以施打第二劑的莫德納了 既然大家對於這個國產本土疫苗這麼有信心 特別是食藥署是負責審核EUA的相關單位 那麼你食藥署的同仁敢不敢把手臂的第二劑 通通都留給這個國產本土疫苗 如果你今天食藥署的這些同仁都不敢 那麼你要誰願意去把手臂留給國產跟本土疫苗 我覺得這是大家現在公開的質疑 當然第四個我要講的是今天陳時中對外宣布 我們可以進行混打了 那混打包不包含這個國產的本土疫苗 那麼國產的本土疫苗 有沒有經過相關的這個混打的測試 不管是台大或者是長根 到底有沒有進行一定的測試 因為各位知道所謂的混打的疫苗 事實上我們之所以可以打AZ加R這個MR跟疫苗 原因是因為其實國外已經有很多研究的結果了 所以我們再做一些補充的測試 我們就可以信任這樣的過程是不會有問題 但是畢竟我要提醒的大家的是 我們國產本土疫苗並不是mRNA疫苗 所以這個是不是也能夠列入 我們現在看到的國際的什麼AZ加BNT AZ加莫德納是不是也能夠同等的標準跟待遇 我覺得這一點指揮中心恐怕要請我們的這個醫學中心 再做進一步的研究才能夠有更多的保障 這支疫苗從開始研發 二期還沒解盲 蔡政府就已經錢拿出來了 錢已經給他訂下去了 這表示對這支疫苗信心很快的 哇賽 EUA就這樣子通過了 你要知道我們在跟國外買疫苗的時候 就困難重重 這不行那不可 但是為什麼高端 他就是好像通行無阻遇到什麼困難 沒問題政府都幫你排解了 到底這支疫苗給大家的信心如何呢 就如同剛剛大謙委員說的 就明明EUA過了 然後跟我們說八月份才會有少量供應 這看起來真的是照著劇本走嗎 思綱議員 這個高端疫苗他的劇本早就寫好了 那些專家學者 譬如說成院士中間突然藍弧 突然說這個不能做這個橋接 然後中間的數據有一些疑問 要符合國際認可的方式去做進行 去做一些實驗 但是沒有用啊 比如說大家的這種質疑啦 藍弧啦 大概就延後個兩三個禮拜 稍微延後一下競爭 那這整個劇本通通都寫好了 大家其實回憶一下 這劇本大概從去年年底 就開始就開始在上演喔 什麼開始說 因為台灣的這個兩億人數不足 這是大家OK的沒有問題的 所以可能沒有辦法在本土做第三期 大家還記得這個新聞 然後接下來就說 開始釋出一些訊息 然後比如說陳建仁打了安慰劑 但是也保證說打了這個高端 好棒棒 然後接下來就開始 還沒有實驗完 還有名人代言耶 對名人代言 還沒有實驗完 就下定了五百萬劑就下下去了 然後還有升取一些經費 口袋就入袋了 錢就入袋了 然後更不要說後面的 換了一些專家學者 然後都是自己人 把這個檢驗的通通把它過關 所以那是劇本的 本來通通都寫好的 中間的質疑坦白講 沒有什麼很大的一些效果啦 那我覺得誰要先打 當然政府總統要先打 當然政府總統是 蔡總統 他不是說他手臂要來給高端疫苗嗎 賴清德他是醫生也是醫學專家 對高端疫苗很有信心 我覺得他們兩個要率先打 打給國人到作為表率 其他的在八月的時候 我們的登記還開始 會如潮水般去登記 我們的高端疫苗 我真的還講 這高端疫苗除了在這個 包括在這個文宣上面 其實他也花很多的力量 聽說他大概在一個月前 就邀請了一些名嘴啦 節目主持人啦 去他的工廠做參觀 然後掛保證說呢 這些製程 我們疫苗完全都沒問題 然後現在呢要去約立委 還有約立委去做這個工廠參觀 但是妙的是呢 連民進黨的立委都沒有參加 連民進黨的立委都不願意去工廠參觀 幫他背書 所以顯然大家都知道高端碰不得 碰到高端自己呢 就會陷入這個紛爭之中 所以我覺得就是高端 未來的上市 我相信會是一些樣板 會是一個樣板 樣板的人物 樣板的政治人物 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會去搶打高端 但是他不要忘了 我記得有一些民進黨的首長跟立委 本來說手臂要留給高端 就偷偷打了兩季AZ 就結束了 不能再打了 我已經打好打滿 不能再打了 就是對外宣傳說 請大家支持高端 支持高端 手臂留給國產 但是因為我不好意思 因為我打完了 所以我沒辦法 但是我還是呼籲大家支持高端 對但是他兩季打完了 不能再打 為了個人健康 不能再打第三季了 特別是打高端 所以我覺得是蠻有趣的 一個高端 看到大家的官場現行劑 也可以看到我們民進黨 事實上是害了高端的這個黑手 如果高端讓他好好的做 每一期的都認真的做完 按照步驟走 我相信高端聯亞 會成為台灣人最喜歡的疫苗 但是呢 在過去半年多 用政治的黑手幫高端的 硬推上舞台 其實大家對於高端的這個 接受度的坦白講 是大打折扣 高端要加入公費疫苗平台了 您怎麼看 這實在是一個很悲傷的消息 因為剛好在我們國家 比較缺疫苗的時候 那青黃不接的時候 這個時候高端疫苗 就列入了我們公費疫苗的 這個接種的對象 那這個的話很麻煩 因為這個基本來講的話 因為這一批 剩下這一批人 我們是按照年齡去接種的 那可能剛好就是四五十歲 我們這個社會的中間 就必須要去接種到 我們這個效果不確定的一個 一個所謂的高端疫苗 那這樣的高端疫苗出來的話 那我就奉勸 我們這個接種的一個民眾 說的你啊 政府可以給你疫苗 但是你可以不打 沒關係 你可以不打 因為現在我們國家 是沒有辦法強制你接種疫苗的 如果我們國家有強制的政策 那這個是更悲哀的一個消息 那可是現在的話 老百姓他有自主權 他就可以去選擇 那這個時候選擇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辦 等下面的BNT 因為BNT下面接的會來 對不對 那要嘛就是說 我們再盡量催促我們的指揮中心 能夠再接受地方政府 或其他民間團體 再去購買疫苗 因為我們疫苗到現在為止 還算是不夠的 不夠了才會被高端疫苗 有插縫的一個空間 所以這是很可悲的事情 所以要趕快把這個疫苗弄到夠 那指揮中心當中一直在擋的時候 當我們進口疫苗 他的用意就在這裡 就希望你這個 讓能夠造成一個缺額 讓這個高端疫苗能夠有一個縫 你可以插進來 如果我們大家都沒有縫的話 高端根本插不進來 老百姓也不會受到這種 沒有確定 效果的這個疫苗 來去荼毒 這個樣子不對 所以說嚴重上來講 如果老百姓沒有辦法等到的話 可以 有沒有可能未來啊 高端這支疫苗會加入混打的行列呢 王仁賢理事長您的分析呢 應該會加入混打的行列 本來在我的想像 或者在我的規劃裡面 高端疫苗應該走的一條路 就是走混打的第二劑 就是輔助的疫苗的意思 因為我們知道 在前一陣子已經傳出的消息 在林口長根醫院 有做兩個混打試驗 第一個就是AD加莫德納 第二個就是AD加高端 那這個為什麼呢 我覺得這個 我聽到這個信息的時候 我非常的認同 我覺得高端 他沒有通過 就是初始預防的一個效果 他沒有辦法拿來當作 預防的一個藥物 但是你如果拿來加強AD 那挺好的 因為我們的AD 是先打的一個疫苗嘛 本來就是要混打的時候 都是以AD為優先嘛 打了以後 如果能夠來加強它 那我認為這個研究 大概花的時間不會太長 大概兩三個禮拜 兩三個月左右 做完了以後 剛好就可以給高端疫苗 受個EUA 這個EUA是救援投手的意思 他不是做的原發性 那個預防的意思 那這個研究 如果做出來的話 兩三個月以後 這個高端疫苗就可以正式的上市 這個是我當初對高端疫苗 設想的一個位階 那這樣子他可以在國內先用 因為我也知道他的產量一定有問題 量產一定有問題 所以基本上來講 他也大概也只能用在這個角色去做 結果想不到他們太急了 急的要讓他授權 授權的話 我其實大家都在講 授權為什麼 那麼急的給他授權 我跟你講 授權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完成一個行政程序 因為我們國家 已經在沒有授權之前 就買了這個疫苗 以後監察院要查起來的時候 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啊 所以現在趕快補單 把這個單給補了 補了以後 這些行政官員就可以免掉一些責任了 免掉責任以後 那剩下的責任 如果這個疫苗滯銷不打 老百姓不打 那是你高端的事情 跟我沒關係 我們反正錢賺到了 我們的責任免掉了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如果高端疫苗 要做混打的話 我們陳之中不是口口聲聲聲講嗎 我們這個疫苗是 就是臨床的資料還不夠齊全 巡證還不夠 那現在如果等巡證夠了 再來打這個AZ加上高端 這個是個很好的結果 所以我認為 這個才是最好的一個結果 所以說現在來講 高端他不能用來混打 因為他沒有巡證 因為巡證是陳之中說的 一定要有 就要兩三個月以後 看這個東西來 可以 可不可以到了混打 因為高端不能當作 初始預防 但是當作救援是絕對可以的 因為他是架在人家AZ的上面 那個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這個 我希望如果要混打的話 高端不能拿來 當作前面第一劑 也不能隨便跟其他的藥物混打 但是能夠要在有巡證出來以後 再開始做混打的動作 因為 感覺如何 令人や submitting 內裝sam 等等 恢勿